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涉嫌诈领助理费遭到积压禁件 检察官昨天指挥联政署人员前往他的服务处搜索 并将他带回调查 移送基隆地检署复训之后遭到检方声压 上午基隆地院召开了积压坪 法官认为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 并有串政之余准与积压并禁件 其实到底是谁为了基隆市的公众利益而着想 日前在记者会上炮红谢国梁 在议会上问证犀利的民进党籍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如今也深陷诈领助理费风波 被检方带回调查 23号上午遭法院裁准积压禁件 检联调查张浩瀚从2019年1月起 就以低薪高报和利用亲友作为人头等方式 虚报助理费 向基隆市议会诈领了70多万元 22号法务部联政署人员搜索张浩瀚的住家 服务处、议会研究室及助理住家等5处 并带走张浩瀚和他的陈姓助理 张浩瀚母亲4名证人移送地检署偵办 经检查官讯论后认为 张姓议员涉及贪污制罪条例 以及刑法第214条犯罪嫌疑重大 且有串灭证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压禁件 法院23号上午召开积压亭 裁准张浩积压禁件 陈姓助理则以10万元交报 而基隆地检署近期已经侦办多起 市议员诈领助理费案 其中包含国民党籍的五届 自称市议员韩良琪 以及民进党籍的市议员张景皇 和他儿子张炳君 都因为涉及诈领助理费案而遭到判刑 这回召喊也被羁压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则发出声明回应 表示检联还在侦办中尊重侦办程序 也希望能尽快查明事实 理清真相 记者太志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